今年剛開年的時候,發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啊,那大家會去翻啊,預言這件事情,大家每次都在講的這個印度神童啊,他在今年的時候就預言啦,去年10月到今年2024年的農曆年會有大地震,第一個發生了齁,第二個洪水地震乾旱火山爆發等氣候危機也會發生,這幾天你的國際新聞你攤開來看,還是真的完全被他應驗了齁,那他第三個預言是2029到2032年可能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啦齁,那希望當然是不要發生了, 不過前面兩個的天災,坦白講我剛剛講了,你收陸續的新聞最近都會發現,我們第二給大家看到的事情是,1月15號,關東天降火球啊,你仔細看那個畫面你就會知道,這是凌晨的6點55分,這是綠光火球劃破天際啊,因為在日本發生啊,大家想到的是什麼,有看七龍珠的朋友都知道,超級賽亞人落到地球上的時候,就是這個樣子啊,所以全部人都嚇死了,不會吧,漫畫演的是真的嗎,尤其是他這個綠色的火球,到底發生什麼呢, 什麼事情了,好,這日本的天文,專業的研究員就說啦,能夠聽到聲響可能是隕石掉落,那隕石掉落怎麼了嗎,對日本來說其實有陰影啦,原因是什麼,大家還記得1月1號日本地震的時候,能登大地震那個時候嗎,有被捕捉到,在大地震的前幾分鐘或前幾個小時, 竟然有兩顆隕石,到三顆隕石,這樣陸陸續續掉下來,還被全程的捕捉到,很多的民眾說,我聽到了三次的巨響,沒多久,能登半島,就有發生規模7.6的強震,好,所以這兩個相關聯比起來之後,大家難免會有這種,不會吧,難道又要發生什麼大事情了嗎,好,除了日本之外呢, 來看到1月14號,冰島的雷克亞內斯半島的火山噴發啦,這個噴發之後,你可以看到那個畫面,熔岩直接下來了,熔岩直接下來之後,雖然政府第一時間趕緊叫這個居民過來散去,居民全部都有撤退了,但是裡面的寵物,裡面的羊群,根本來不及呀,現在完全都被這個火山熔岩所包圍的一個情況之下,尤其那個地板直接裂成了,直接裂開了,而且裂縫直接噴了熔岩出來,而且這個冰島, 這個雷克亞內斯半島火山噴,是2021年以來第5次的噴發,但這次噴發,甚至他們的總理也有出來講話,因為真的是不能大意,另外,同時間印尼的火山也噴發了,緊急撤離了6500人,你看到畫面真的會嚇死你,火山灰竟然衝破了1500公尺的高空,而且一天之內,竟然噴發了40次之多啊,好,另外,1月14號,這在巴西啊,前面看到的是,有隕石, 有地震,有火山,再來是跟鮑魚有關係啊,巴西的里約鮑魚啊,你能想像,它一天下的雨,現在是他們累積一個月的雨量,那怎麼可能不治災呢? 你看到畫面就知道,全部都淹水一片了嘛,甚至積水到達了1公尺,而且這個雨下得又快又急啊,重創了里約,這個北部的地區啊,導致樹木倒塌,引發山崩,11人喪命,原因是什麼? 土石流啊,它是一天之內是累積一個月的雨量,它沒辦法承受這麼大雨量之後,它的土石就會鬆滑,鬆滑之後就會引發土石流,很多人沒有辦法來得及閃,那當然全部都被掩埋在土石裡面,陸陸續續,包括有水災的原因,造成了11個人喪滅。 來,兵哥,我就問了,日本從1月1號開始,天災不斷,又有這麼多的巧合,印度神童真的有這麼準? 印度神童準不準呢,其實,因為他之前就是成功了預言的所謂新冠肺炎,大家如果記得的話,當時他在2020年的時候突然直接冒出來,因為他成功預言新冠肺炎了,然後結果大家說,哇,真的是神童非常準啊,然後他又是那個什麼瑜伽嘛,然後結果他又會什麼廢陀,什麼什麼亂七八糟,然後就很多人就被他講得好像非常神奇,然後甚至台灣還有他的同門師兄弟,然後也在預言一些東西。 所以一時之間全世界都好像在關注他的預言,可是如果你長期像我一樣,長期觀察他的預言的話,你就會發覺,他的預言有的時候好像有那麼回事,可是有的時候又不是很準,因為他常常比如說,像去年,他本來預言去年316的時候,經濟會出現重大變化,沒有啊,沒有嗎,其實你要說有也是有啊,因為316那天股市大漲啊,那你要說有還是沒有啊,因為這種東西解釋就很難, 比如說他常常預言啊,什麼地震啊,山崩啊,海嘯啊,那些東西,其實我隨便講一個就知道,大家平常會覺得說,地震這種東西,如果大地震預言到一定是很厲害對不對,錯,為什麼你知道,你知道,全世界平均喔,根據人類1900年來有紀錄以來,平均每年6級以上的地震,133次,所以其實,你只要預言有地震,就一定會有地震, 因為基本上預言一定會重,每年都有啊,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太細細的地方,可是坦白講,如果今天不要信印度神童的話,但我覺得讓我百事不得其也是,今年剛開年就發生太多,太離奇,或是重大的天災了耶,對,就比如說像日本這一個,當然看起來是微微奇觀啦,就是,哇,一個綠色的這個隕石這樣掉下,而且好多人拍到,對,因為現場轟轟巨響,大家都不由自主抬起頭來看, 但是它為什麼會發生巨響,其實很簡單,它本來可能內部有鐵質,然後它不容易裂解,所以它直接衝到大氣層內部之後,跟空氣劇烈摩擦,然後到最後整個崩裂,崩裂的時候就會產生巨響,產生巨響之後就散掉,它最後的灰氣大概基本上都被大氣層燃燒掉了,大概剩一點點小的會落在地上,所以這種情況其實,很難發現嗎,其實不是,根據科學大統計這種情況常常出現,只是它很少出現在人淵密集的,稠密的地方,大部分出在人淵罕刺的地方, 所以其實天災這種東西,就是一個機率的問題,比如說我們大家常常講的,百慕達三角洲,大家像我們以前在節目上,會聲會影,這邊又失蹤了多少船隻,什麼所有船隻進去都完蛋了,可是如果你根據實際上的紀錄統計的話,這邊,就是,船舶跟飛機失事的機率,其實跟世界其他各個地方一模一樣,根本沒有比較特別,只是因為,它可能離美國比較近,所以有船隻失事或什麼,比較有人, 有人在記載,那記載的時間又比較長久,所以就會引起你的注意,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,天災這種東西,人類無法預防啦,那但是我們就是做好自己科學的準備,然後遇到災變的時候,大家處變不積極去應對就對了